鄉親早就來排隊準備領取物資 包含有米 油 麵及衛生紙等民生必需品 提供需要的民眾所需的生活物資 林彬在地百年信仰中心正安公 為迎接岳父千歲聖誕 同時也宣揚其祭祀精神 特別號召企業單位 辦理物資發放及捐助活動 因為我們正安岳父千歲愛心慈善會 就是以我們正安公岳父千歲的名義來申請的 用意就是要宣揚他做善事 幫助很多貧窮的人 他的聖誕日就在農曆的4月15日 在國立的5月26日要做聖誕千秋了 所以我們在他的聖誕前夕 做的比較有意義的慈善的一些活動 分發物資給我們林彬香全鄉的提收入戶 米啦 油啦 還有米啦 還有一百歲先說這樣而已 這樣就很感謝 有終表達對慈善會及企業單位的感謝 深耕平南地區的立昂能源本著企業責任 同時也為了回饋鄉里 特別尊助6萬元的愛心物資 並以實際行動希望能落實送愛精神 政安岳父千歲愛心慈善會 我們立昂能源一起來參加這個發放物資的活動 對 就是幫助這些需要幫助的一些民眾這樣 像我們就是這些油啊 米啊 然後衛生紙啊 還有這些麵條 對對對 就是這些民眾 他可以就是方便組來就是使用這樣 平南地區位處偏鄉 其實有許多需要協助的低收入戶或弱勢團體 但社會資源總是有限 在慈善團體與在地企業的回饋與關懷下 讓鄉內地收入戶可以有愛心民生必需品 不僅能實際幫助他們 也能讓室友的鄉親感受到社會溫暖 屏東新聞 不聽楊正義 採訪報導